那又不成就这道理 所以当时他的学生不少 常随众 一千年百五十五人 这么大的一个团体 没有一个人有私心 这位这个大众里面 修正的各种城市都有 从徐托华 到阿罗汉这小城 在大城 从初心位的菩萨 到登教菩萨 全都有 给我们做出了实现 这种教学 从前李老师常常跟我讲 这叫大讲堂啊 什么叫大讲堂 不是人多 是各种不同程度的人 通通有 是这个教师 有小学生 有波士生 问问你老师怎么教法 老师在上课 各种不同程度度得利用 这叫大讲堂啊 大讲堂只有圣人才能做到 佛以异应而说法了 众生随力过得及 全都能得利用 我们现在知道 这叫趁信而说 能够让一切众生 都得利用 得多少呢 程度高的得得多 程度低的得少 通通都得利用 没有空过的 那法门里面 确实 净土是无比的殊胜 我们取这个法门 一生成就 只要往生极乐世界 就一生成就 所以诸位要记住 往生不是死了才往生啊 是活着往生 所以他叫一生 临终的时候 阿弥陀佛来接引你 你很清楚啊 你看到阿弥陀佛来接引你了 佛光先照你 佛光一照了 就把你的境界提升了一倍 我们是在讲 只能够念到 功夫成片 功夫成片里面 也有三倍九品 那我们在 下品里面 佛光一照呢 提升到中品 我会认识地 跟资格吗 这次 我会认识地